通過變化就是 為什麼會讓大家帶變化卡跟頭皮試 就是因為下課時間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只有手機就會在 自己的手機就是會在時間點去使用 那如果你要打電話 就是可能在平常操作時間上 我們就是會利用下課十分鐘 我們可以去撥打電話給家長 或是女朋友等等的 那但是要注意時間 所以不要超過 要不然會被擔到修理 然後另外一個是 私人衣物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因為你在營區 不會穿到私人衣物 就只有你們要放假 就是收穿的時候 所以我建議你們就穿同一套就好了 如果有那麼糖會給我換的人 你就是帶兩套衣服 兩件衣服就是可能收假穿一套 然後放假的時候穿一套 然後因為我們的內物櫃 是一個兩個內物櫃 但是總共四個人使用 所以你其實光放你的迷彩 像我身上的迷彩衣 然後還有外套還有運動組等等 其實你的櫃子就已經滿了 然後因為我們都會每天都會做一個內物評比 那內物評比的重點就是在於 你如果表現好 然後再搭配你的那個 考試成績啊 評比表現良好 就會納入每週五的 邀巴榮譽的名單內 所以內物的重要性就是在這邊 然後內物會 東西越少越好 因為你越少會越整齊 那不需要的東西就會 如同我剛剛說的 錄影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放一個紅包 就是大的包包 你們就可以把你們的 自己的個人物品就是 塞在包包裡面 關起來也不見為停 沒有人會去關你的包包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東西 自己的個人的東西 再越少越好 然後我們這樣子才可以用 就是內物評比的時候 去增加自己的 考核的 就是平常的表現 那就會 因為這個 會是納入我們每個 每週的評比裡面 這個很重要 好不好 那個就是因為你們這些 都是台北的 會有通勤的問題 我們會有在營修 但是我們也是比較不提倡 因為在營修其實很無聊 你就是只能在營修裡面 然後就是吃飯睡覺 滑手機這樣子 那當然台中也是有很多 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帶他出去走走 那也是可以住在營修 但是就是要提前跟幹部講一下 就是你確定這週沒有要回家住 那就是提早跟幹部說 因為你沒辦法通勤 然後因為我也知道就是 畢竟台中台北有一段路程 那個交通費也是很貴 好不好 就是可以提前 我們是可以提供在營修的 的那個住宿 對但是 我們也是希望大家 就是可以出去走走啦 然後我們在營區也是會有管制 不能出去外面 就變成你兩天都要在營區裡面 雖然不超客 絕對不超客 但是就是會比較無聊 好不好 以上 好 不好意思 最後再提醒大家一點 因為這個區域是我們的陸軍區域 然後剛剛可能有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有個家庭醫生 所以請替代一個辦法 那有一些人可能 之前都知道 像有打印威定 那過癮以後 發生高客可能覺得很辛苦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我父母已經六十五歲以上了 還有一些其他人 都做過已經有小孩了 我可以自己搭乘車替代 甚至的話 你已經錄影了 就沒辦法提出家庭醫生 自己已經代替了 所以也建議 那些即將錄影的藝男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到我們陸軍區 往來去了解一下 一些相關規定 或者是 就到你們區窩組 陸軍區 去問問看說 你現在的家庭醫生 我們只需要一些 負擔一些 復養異物類的狀況 那有沒有可能 符合其他的異別的條件 那就在這裏 再討論一下 那當然就是 剛剛我們也不知道 我只能請了 退伍的話 我一下子 有找到你們就業方向 他說 歡迎大天裡面 我們有一個 主人音樂錶 那客戶有去看 我非常的好 那像我們自己 有去